很多人不敢吃猪脚因为太油腻了 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到这家 位于在盐平南路上60年老店 老板特别选用重达220台斤的陈猪 因为这种猪每一块猪脚的肉质才不会过于油腻 而重点就在用40年老卤汁 卤两个小时超级堆堆的口感 仿佛这个猪脚会跳年八达一样 而且口感吃起来带一点甘甜的香味 连马总统都爱吃 看到了猪脚竟然跳起年八达 再紧一点你可以再紧一点 瞧两块超乖的猪脚盆 粘得几乎分不开 一点都不夸张 这的猪脚卤了两个小时 卤出了浓浓胶脂 所以才会年糊糊 这间位在盐平南路上将近60年的老字号猪脚店 可不是盖的哦 焦糖寺的猪脚入口即化 鲜中回甘的滋味 一天可以热买200斤 连咱们马总统都抵挡不了诱惑 台北市大家长浩龙斌也是四中顾客 当初来我真的是一片空白啊 他来突然来 然后旁边一大堆水户啊 还有记者啊 又记又兴奋又高兴啊 太高兴了 真的太高兴了 有这个荣幸 传承了60年的古早味 从猪肉开始就很讲究 特选重达220台斤左右的成猪 一定要温体的 长猪前腿肉的肉质 才不会过于油腻 第一个步骤得先下水汆烫 一个半小时锁住肉汁 再让北跑跑的猪脚 气更自然温暖 接下来重头戏登场 瞧老板大刀一挥 左一刀右一刀 展现利落的剥骨绝活 它这个前腿肉厚度非常的厚 如果你没有去骨的话 在骨的过程中 骨汁剩不到里面骨头里面的肉 会比较觉得比较没有味道 话说熟炭桶的猪脚 还得趁热剥骨 等凉了要让它骨肉分家 可不是这么容易哦 接下来就看猪骨 小兵力打勾 不 这骨不是要放在那一条 我们这骨刺起来之后 因为骨头里面是10%的 所以我们会放在汤里面 放在汤里面熬 熬之后慢慢到晚上 就都变不去 所以我们的汤就有盖子 然后因为我们的汤没有加味道 所以说很多人要喝 烫到粉红色鲜嫩玉滴的猪脚肉 大写四块 一个一个以牙签固定 免得皮肉分家 猪脚仿佛插了浮雕般 在大锅中接受40年老卤汁的洗礼 只是关键的卤包到底藏了什么秘方 来问问第二代老板郑德峰 老板 老板 出獎好吃的关键一定是这个乳包 对吧 对啦 那里面没关系 那里面只有薑蒜头 这只剩下薑蒜头 这只剩下薑 没关系 你拆开给我们看一下 不可以啦 不可以 不可以 那里面没什么拆开的 千拜托万拜托 老板上去吃了衬托铁了心斑 不肯透露秘方 半小时过去终于 拜托 不可以 拜托啦 拜托嘛 好啦好啦好啦 关键喔 透过来这黑色色喔 你看不出了啦 对吧 嗨 给我们看咯 那所以用剪刀直接剪开喔 剪开剪开 我发现了 姜姆 还有辣椒 辣椒在这里 辣椒 可是不可能只有这两样东西啊 老板 你还有唱播 还有什么东西 没有啦 没有啦 还有什么秘密武器 赶快说 其实喔 里面喔 只有我们自己 自己要自己 自己吃的 红葱头啦 60年从未公开过的秘方 有去腥的姜姆 一味的辣椒八角 还有增加香气的红葱头 让招牌猪搅饭 吃得到端一端的口感 配上卤到呈现黑褐色的卤蛋 高丽菜 酸菜 小黄瓜 只要90元 这样的美味 老中期三代一网打进 要有青菜 要有滷两个 要有肉 吃到我们老家吃都会好 比较嫩 对 然后就是 配饭的时候还蛮下饭的 它好吃啦 因为它卤得非常入味 有些店的猪脚 那个卤汁根本就没有 渗到那个肉里面 这个是有的这样 而店里免费风云的汤 可是用猪大骨熬出来的 加些笋子浓郁清甜的汤头 让人越淋越耍脆 它那个汤特别浓 而且料特别好 像它的竹笋 吃起来的感觉很很棒 而且它那个骨头炖得又够润 所以这个汤头特别浓郁 我大概差不多一个月 会来一吃两次 大概最多喝过五碗 大骨汤头啊 所以非常不错 对 非常实惠 那你最多可以喝几碗 夏天的话就还好 冬天的话就喝到它见底吧 而超划算的虚目鱼肚饭 老板使用当天从台南新鲜配送 重达六两的虚目鱼肚 以花瓜 黑豆瓣 辣豆瓣增加香性 卤上一个半小时 吃一口口屎都香 因为这些感觉都没吃了 都没吃了 都吃得很好吃 还有这个是咸冬瓜的样子 好 一脚来 来 请坐来 虚脚通播 通播 来 两个来 每到中午用餐时间 几乎一万难求 每个人全唱着 六十年的美味煮小饭而来 好 吃 好 吃 赞 天下第一赞